明国真实老照片 凭借花枝四九后古运 林淑华的才华 展露无遗 成为与林徽金 冰心 并称于世的明国文坛三大才女 鲁迅评价其人齐温时成 林淑华的小说 恰合冯元军的大胆 敢不言同 是我们看见事态的一脚 高门剧足的惊魂 在那场泰戈尔访华的集会上 林淑华同时吸引了 徐志摩与陈希盈的矚目 林淑华清心与热情的徐志摩 然而徐志摩后来 娶了陆小曼为妻 林淑华出于澄清 没有对徐志摩动过感情 以计划同陈希盈结婚 然而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 林淑华迷留之际 一直高念着徐志摩的名字 而不是丈夫陈希盈 与情人朱自安 可见徐志摩才是 他的魂牵梦营 二 维林斯胡适是中国现代 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清秀俊逸 温文如雅 引无数女子折腰 胡适与他的初恋情人维林斯 这是一段穿越 整整半个世纪的爱与友情 应该是最经典的红颜之戟了 维林斯是康奈大学地质系教授 亨利维林斯的女儿 比胡适年长六岁 胡适认为他人品高 学师父 极能思想 高节激进狂卷 读书之度 见地之高 成非寻常女子 所渴望其兼备 胡适要回国施展报复 维林斯因为爱着胡适 为他终身不嫁 可见其痴情 1962年胡适去世 维林斯把一生的积蓄捐出来 用于胡适著作的出版和翻译 1971年独身艺人的维林斯孤独去世 享年86岁 胡适为维林斯和胡适的女儿 一位清丽时尚 一位丰度翩翩贵公子 三 张乐宜 张乐宜 是富商张眸之的女儿 是典型的名门闺秀 容颜清丽 气质典展 是个疯子卓越的大美人 她虽不及盛西小姐出身那么高贵 清丽的容颜也不亚于盛安宜 1927年 宋子文和张乐宜结尾联礼 盛西小姐苦苦等待的十年光阴 最终还是错过了宋子文 才此家人的故事彻底落幕 32岁的盛西小姐 才嫁给表哥庄祝酒 全国解放前夕 张乐宜自随丈夫宋子文离岁富港 定居纽约曼哈顿 婚后先后生下三个女儿 长女宋琼一嫁给了冯雁达 次女宋曼一嫁给了于静鹏 小女瑞一嫁给了杨成竹 她们或者下海经商 或者从政处世 但是最终都是定居于美国 除为张乐宜和宋子文的结婚者 张乐宜美得很有灵气 四 王明华 王明华是赫赫有名 但爵王顺福的女儿 吴圣王玉楼的妹妹 梅兰芳的原配夫人 根据资料记载 王明华女扮男装进入戏馆 帮助梅兰芳改进化妆和服装 逐渐成为梅兰芳的事业的得力助手 婚后欲有一儿一女 她典雅端庄 富有见识 是梅兰芳生活的贤内主 戏剧上的知音 事业的完美 后盾 在孩子染病腰折前 人生如钻石般明媚闪耀 王明华由于儿女病逝而伤心成疾 此时的梅兰芳事业有成 家庭富裕 另许了年轻貌美的福之方 与王明华兴起平坐的地位 助 其文解密语言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